到今天为止,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一年多了,而且我们看不到俄乌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甚至有人预言这将是一场持续五年甚至十年的长久战争。 此前的节目我们就说过,表面上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兄弟之争,但实际上这也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能源战争、粮食战争,而且它不单将深刻改变整个世界的能源格局和经济格局,更关键的是全球的政治格局也将因俄乌战争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其实只发生过两次深刻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之后,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善良的人们以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应当多少吸取一点历史教训,知道和平与发展才是人类的未来。 然而谁能想象得到,我们刚刚经历了二次大战的战火之后,短短一年的时间,美苏两国就反目成仇了。 当然一方面,由于我们刚刚经历大战,另一方面,美苏两国相继拥有了原子弹,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和威慑和和平衡。 所以,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没有爆发惨烈的战争,那个时代被我们称之为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围绕着美苏两个霸主,全球迅速形成了两大阵营。 美国带领着整个西欧加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日韩,而苏联拥有着整个东欧。 两大集团是净未分明的,甚至世界经济体系都是被割裂的,那个时候是没有全球化的,经济只在两大阵营内部自由流通。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美国骄傲地宣称它已经赢得了冷战,世界似乎从此大同了。 全球只留下了美国一个超级霸主,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也适时地提出了全球化的战略。 美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历史终结这样的观点,似乎以后全球就在美国的统治之下,甚至连苏联这样的老对手也俯首称臣了。 从苏联刚刚新生出来的俄罗斯,那个时候真的以为美国是他们的希望。 改换门庭,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几次三番地要求美国允许他们也加入到北约之中。 那个时候的俄罗斯真的是对美国彻底的臣服的,而且全世界也认为既然美国能够赢得冷战,那必然证明美国的制度是最先进的。 全球其他国家只要向美国学习,就一定能获得经济上的成长,以及本国的安全。 可是很显然,又过了三十多年,美国的国力从刚刚赢得冷战的巅峰,到今天已经大步如前了。 不但全球范围内有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很多传统的美国盟友国家,比如说亚洲的东盟,中东的产油国,也慢慢对美国产生了不沉之心,包括整个欧洲。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欧洲跟在美国后面疯狂的制裁俄罗斯,然而他们也渐渐意识到了乌克兰这是一个无底洞, 不知道全欧洲还要为乌克兰投入多少,可是再想回头已经千难万难了,因为这场俄乌战争已经把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彻底打乱了,再也不是冷战之后所谓美国大一统的天下了,越来越多的纷争将逐渐到来。 就在这两天,经过多国批准之后,芬兰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北约第31个成员国。 获知这一消息之后,芬兰人民欣喜异常,似乎你只要加入到了北约之中,芬兰就获得了彻底的安全。 所以,俄乌战争之后,芬兰第一个提出要赶快加入到北约之中,而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最终北约中的两个刺头,匈牙利和土耳其在压力之下迫于无奈地同意芬兰加入北约。 从此,芬兰终于获得北约30个国家的共同批准,从而如愿以偿。 芬兰可是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芬兰此前和俄罗斯和苏联有着深仇大恨。 而芬兰的加入使得北约与俄罗斯的边境一下子就扩展了上千公里,所以北约以后和俄罗斯的插枪总伙将变得更加可能。 事情要说还真是有一点吊诡。 大家记得俄乌战争的开端是什么原因吗?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做出攻击乌克兰之前,发表了长篇演讲。 普京直指为什么要攻击乌克兰呢? 因为这样一个兄弟国家在美国的挑拨之下,非要加入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去。 如果乌克兰成为了北约的会员国,一方面北约将把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甚至核武器摆在乌克兰的领土,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安全。 另一方面,俄罗斯再对乌克兰有任何动作,就相当于对整个北约集团发起挑衅。 这一点是俄罗斯不能容忍的。 民主德国也是华沙条约组织的会员国。 戈尔巴乔夫说,他可以批准民主德国退出华约,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合并,单过的步伐,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不单把当年的东欧国家通通吸纳进去, 甚至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要一个一个的拿过去。 这让俄罗斯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而当俄罗斯几次三番表示抗议之时, 美国人给出一个说法是, 哎呀,他们当年那个北约不东扩的承诺是做给苏联政府的。 今天苏联已经解体了, 他们对俄罗斯没有不东扩的承诺。 是的,当美国人想骗你的时候, 他总是找得到借口的。 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到北约中去, 引发了俄罗斯对自身安全的考量, 所以最终普京决定先下手为强, 有了这场俄乌战争。 而谁能想到俄乌战争的第一个结果竟然是芬兰这样一个多年的中立国加入到了北约之中。 大家知道吗? 这是在冷战中都没有的事情。 在国际政治学中有一个名词叫芬兰化。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词呢? 众所周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苏联和芬兰发生了一场战争。 芬兰虽然很弱小, 但是在那场苏芬战争之中, 苏联是真正吃到了苦头的。 苏联军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才取得了胜利。 当然, 苏联军队在苏芬战争中的孱弱表现也让希特勒觉得他对进攻苏联充满了把握。 当然, 反过来讲, 虽然在苏芬战争之中, 芬兰人表现得很英勇, 但他们也清楚, 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庞然大悟, 人家的军事实力是你的十倍百倍之多, 你再英勇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当世界形成了两大对抗的军事集团之后, 芬兰很聪明地选择了中立, 甚至在很多外交政策上是追随苏东集团的, 这被称为芬兰化。 当一个小国面临一个无比强大于自己的大国之时, 你一方面要保证自己的主权, 保证领土的完整, 另一方面你还真得做出一点牺牲, 在某些问题上听命于周边大国, 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在整个冷战期间, 虽然芬兰应当算是西方国家, 可是芬兰真的保持了中立, 在外交政策上听命于苏联, 这也使得芬兰获得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空间。 实际上在俄乌战争之前, 很多专家都提议说, 乌克兰也应当考虑向当年的芬兰学习一下。 一方面, 乌克兰近些年来非常想融入西方, 乌克兰想加入到欧盟中去, 乌克兰想加入到北约中去, 乌克兰国内的亲欧派特别特别多, 他们似乎觉得只有抱上美国这条大腿, 才能迎来本国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 乌克兰应当考虑到它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 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了三百年之久, 俄罗斯一直认为, 乌克兰是自己的兄弟之邦, 更关键的是, 俄罗斯认为, 如果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 那么对自己的战略安全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选择中立, 鉴于其处, 不偏不倚, 本应当是乌克兰的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一方面不得罪周边的大国俄罗斯, 另一方面和整个欧洲西方发展经贸往来, 其实很多国家不也是这样选择的吗, 比如说土耳其, 由于先天的地缘政治优势, 使得几乎哪一个大国都不太敢得罪土耳其, 所以有人早就建议说, 乌克兰如果也芬兰化的话, 那么是不是对本国利益和地区安全, 都是大有必义的呢? 然而这场俄乌战争, 乌克兰没有芬兰化, 芬兰倒是乌克兰化了, 当俄乌战争打响之后, 很多欧洲小国都担心下一个被攻击的是自己, 所以芬兰瑞典这样上百年的中立国, 要选择加入到北约中去, 甚至瑞士这样的中立国都要站在美国那一边, 把俄罗斯富豪的财产通通给没收掉, 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了, 在大国之间, 在两个阵营之间, 如果存在多个像芬兰这样的中立国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缓冲地带, 大国之间不至于直接的兵戎相见, 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调和的,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每一个芬兰都变成了乌克兰, 都不再选择中立, 都非要把自己变成对敌斗争最前线, 都非要把自己当作大国的马前卒, 那么大家想想, 到底我们这个世界会更安全, 还是更危险呢? 本来芬兰是一个中立国, 俄罗斯是不会考虑直接攻击芬兰的, 本来乌克兰和俄罗斯是兄弟之邦, 只要双方关系还处得下去, 俄罗斯是不会考虑攻击乌克兰的, 那么在整个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中间, 就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缓冲地带, 现在好了, 一方面俄罗斯直接和乌克兰打仗了, 另一方面, 芬兰已经加入到北约中去了, 北约和俄罗斯的边境面积直接扩大了上千公里, 双方可以随时随地兵容相见了, 一方面, 了解到芬兰加入到北约中去了, 俄罗斯迫于无奈, 要增加人手, 加强对边境地区的防范, 另一方面, 芬兰真的把自己变成最前线了, 芬兰的原意是, 我加入到北约中去, 希望北约盟国对我做出安全承诺, 对我进行保护, 俄罗斯就不敢进攻我了, 但反过来讲, 你是离俄罗斯最近的国家, 战争如果爆发的话, 那当然是先在这里产生, 而不可能在德国法国产生, 所以等于芬兰和乌克兰一样, 把自己变成未来有可能的战火之地了, 而更关键的是, 大国之间没有了缓冲地带, 今天整个欧洲的形势, 说实话, 比冷战的时候还要严峻, 冷战的时候, 好歹欧洲有很多中立国家呀, 奥地域也好, 芬兰也好, 瑞典也好, 瑞士也好, 甚至南斯拉夫也好, 可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北约成员国, 在美国的剖鞋之下, 必须无条件的制裁俄罗斯, 这样的世界难道会更安全吗?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看,